经典名著轻松读的快乐之旅 今天我们接着来讲 汤姆索亚历险记 找到了一箱金子 汤姆又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英雄 他的名字建了报 镇上的报纸大肆宣扬了他的事迹 大人们越来越喜欢他 学校还专门为他开了一个表彰大会 一时间汤姆成为了全镇孩子心目当中的榜样 有些人甚至相信 只要他不被绞死 将来总有一天会当总统 而人们对于莫夫波特的态度 也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 之前镇上的人都将他视为酒鬼 人渣和耻辱 现在真相大白之后 大家碰到他 总是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秉性忠厚善良的波特 也不计前嫌 反倒对镇上的人更加友好了 小英雄汤姆 白天神气十足 抢足了风头 可晚上 却是在恐怖之中度过的 他一闭上眼睛 印第安桥 凶神恶煞的嘴脸 就会出现在眼前 并且目露凶光 所以天黑以后 无论多么大的诱惑 也无法吸引这个孩子 再走出家门 可怜的哈克也是一样 日夜都备受煎熬 汤姆在开庭审理 这个案子的头一天 把全部事实经过 告诉了律师 唉 这个汤姆 也不事先跟我说一声 他做的是对的 难道 我会不答应吗 哈克自言自语道 虽然印第安桥的逃跑 使他不用出庭作证了 但是 他还是害怕自己 与这个案子 有牵连的事情 会泄露出去 法院悬赏抓人 但是好几天过去了 整个地区也都搜变了 还是没抓到印第安桥 汤姆和哈克贝利 心里十分不安 但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内心的忐忑 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晚上 也能够睡上一个安稳觉了 一天 沉寂了许久的汤姆 决定再来一场冒险 去寻宝 他碰到了哈克贝利费恩 哈克也在瞅着 怎么打发这无聊的时间 听到这个 这个提议便欣然同意了 哈克首先提出一个问题 可是 我们去哪儿才能找到宝贝呢 嗯 书上说过 宝藏一般都藏在荒凉的地方 僻静的小岛 和枯树的树洞里 都曾发现过宝藏 那 那些宝藏 是什么人留下的呢 嗯 我想 我想当然是强盗留下来的 他们抢了那么多的财宝 一时间也花不完 所以 藏在一个只有他们知道的地方 那 难道他们就不回去取吗 当然会回去取的 但是 有的强盗落网了 有的死了 那些宝藏 就永远留在那儿了 哦 如果 如果我们能幸运地 挖到宝藏就好了 是啊 不过 我们应该从哪儿下手呢 经过两个人的一番商议 最后他们决定 去鬼屋碰碰运气 很快 他们就带着铁锹 十字稿等工具 来到了鬼屋 鬼屋在下面的山谷中间 孤零零的 围墙早就没有了 遍地杂草丛生 烟囱轻塌 窗框空荡荡的 屋顶的一个基角 也塌掉了 他们挖了一会儿 什么也没有 便把工具扔到了一边 沿着破旧的楼梯 跑上楼去 楼上也破烂不堪 墙角处有个壁橱 但是里面一无所有 就在两个孩子 准备下楼继续开挖的时候 他们听到下面 传来了脚步声 两个孩子赶紧趴在楼板上 眼睛盯着楼板凤往下看 心里都害怕得要命 只见进来了两个男人 两个孩子低声说 一个是最近来过镇上一两次的 又聋又哑的西班牙老头 另一个是个陌生人 那个陌生人衣衫蓝绿 捧头垢面 西班牙老头 披着一条墨西哥花围巾 脸上长着密密麻麻的 白色的老腮胡子 长长的白发 从宽边帽里垂了下来 鼻子上架着一副绿眼镜 进屋后 那个又聋又哑的西班牙老人 居然开口说话了 汤姆和哈克都吃了一惊 张大嘴巴 看着对方 哈克做了一个 晋升的动作 指了指下面 两个人又竖起耳朵 他们好像还在说着什么 话也越来越清楚 这时陌生人说道 不行 我反复琢磨 还是不想干 这事太危险了 危险 真是个胆小鬼 这个声音非常的熟悉 听得两个孩子直发抖 没错 那是印第安桥的声音 我知道 可是干了那傻事之后 没有比这更方便的地方了 我昨天就想走 可是那两个可恶的小子 在山上玩 我要是走了 会被他们发现的 两个男人拿出些吃的 来当午饭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吃完之后 两个人都打起了哈欠 印第安桥说 我困得要命 该轮到你 去望风了 说完 便全着身子 躺在了草上 不一会儿就打起憨来 过了不久 望风的陌生人 也睡着了 真是谢天谢地 汤姆催哈克赶紧走 哈克老是不敢动 最后 汤姆慢慢地站起身来 轻轻地 一个人往外走 可他一迈步 破楼板就吱吱地作响 他也吓得不敢再动一下了 哈克赶紧拉住汤姆 示意他趴下 万一要是吵醒了 楼下的两个人 他们可就没命了 太阳终于下山了 房间里面暗了下来 印第安桥坐了起来 看到同伴正睡着 就用脚把他踹醒说 喂 你就这样望风吗 幸亏没发生什么意外 该开路了 剩下的那点油水怎么办 像以前那样 把他留下 等往南方去的时候 再烧上他 背着六百五十块银元走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印第安桥让同伴 把钱买起来 同伴走到屋子对面 取下后面炉边的 一块石头 掏出了一个 叮当响的袋子 自己拿出二三十美元 又拿了同样多的钱 给印第安桥 然后把袋子递给他 两个孩子 看着楼下的情景 已经把恐惧和不幸 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真是想都不敢想的 好运气 等印第安桥他们一走 这六百块 就是他们的了 六百块钱 能让五六个孩子 变成阔老呢 就在他们高兴的时候 楼下却发生了 意想不到的变化 就在印第安桥 用刀挖洞的时候 他的刀碰到了一块木板 拉开木板 它是一只装满金币的箱子 两个男人仔细地端详着 上面的两个孩子 也和他们一样激动 他们找到两个孩子之前 扔在外面的十字稿和铁锹 开始挖了起来 箱子被挖了出来 它不太大 外面包着铁皮 经过岁月的侵蚀 已经没有以前坚固了 伙计 箱子里至少有一千块钱 印第安桥说道 听说 以前莫利尔匪邦 在这一带活动 应该是他们留下来的 现在 你不用去那干活了 陌生人说道 印第安桥皱起了眉头说 哼 你不了解我 那不完全是抢劫 那是复仇 他眼里射出了凶恶的光 这事 你得帮我 干完活就到德州去 回去看你的老婆和孩子们 等我的消息 好吧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就这么办吧 不过 现在最要紧的 还是先把钱买起来 印第安桥 让同伴把东西带走 带到二号那里去 忽然 他想起了什么 等等 谁会把敲和稿头 拿到这儿呢 你说 楼上 会不会有人 两个孩子吓得 大气都不敢出 印第安桥 手上拿着刀 转身朝楼梯口走去 两个孩子 想躲到壁橱里 可现在 却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脚步声 吱吱嘎嘎地想着 情况万分危急 他俩刚想准备 跑到壁橱里 就听见 哗的一声 印第安桥 连人带朽木板 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烂楼梯的木头堆里 他懊恼地揉了揉身上 摔疼的地方说 幸好只上了两三步 否则 会摔得更惨 你瞧啊 楼上肯定没人 不然 楼梯木板 早就压断了 嗯 是的 印第安桥 同意了他的看法 望了望 黑洞洞的二楼 便起身提着 钱袋 和同伴一起 趁着暮色溜出了屋子 带着宝箱 往河那边走去 吓坏了的两个孩子 这才爬起来 长吁了一口气 直到现在 他们的心情还没有平复 歇了一会儿后 他们向镇子走去 一路上 都在讨论刚才的情景 汤姆有些沮丧 他说 如果我们没有将工具 留在那儿 印第安桥 就不会挖出那箱宝藏 也不会发现 这有人来过了 唉 你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呢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 找出他们的老窝 将他们一网打尽 对 你说的对 他们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们要复仇 既然如此 他们就一定会在 镇子里露面 我们可以悄悄地跟着他们 然后 等等 他们说要复仇 汤姆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听到汤姆这么一说 哈克也吓得不轻 他哆嗦着说道 那那那那 岂不是要找我们复仇 毕竟 是我们把他们供出来的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明天精彩继续 不会 一会儿 我们会继续 想要的 更多 能够 我们在家里 你们下个西方 其实 我们下个西方 我们下个西方 麻烦 我们下个西方